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对抗该如何收场 那怎么办 要不这么着 本宫去劝为大臣们 请他们赶快离开 太子殿下 此事不宜出面啊 不然皇上会误以为你在妖买人心 如果正非成姬 进献谗言 反而对太子您大大不利啊 可如此僵持下去 终归不是个办法呀 倒不如我去 我替太子殿下安抚老相爷 或许能让他冷静下来 从长急 那就劳烦先生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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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了 皇上 皇上 这儿 皇上可要使出杀招了 道铺 坏了坏了 母帝这回可输了 皇上 您是奇高一招奴婢书的心服口服啊 龟德公 太子担心那身体命我前来抚慰 陈巨啊 你以为毕宫戏是那么好唱的吗 皇上是不想动你 这要是动你的话 这一根手指头 就可以置你于死地 太子说您要为国保重身体 今天群臣们的心声必能上达天厅 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能逼皇上太甚呢 龟德公 您还是带领群臣们先退下吧 太子啊 他知道老臣是一片赤城啊 嗯 神礼他们还跪着呢 皇上问大臣们还都在文化殿前跪着呢 回皇上还跪着呢 都不肯散去 还没有散呢 陈巨 奴婢在 你指 是 老臣为民请命 皇上不答复 老臣命死不走 哎呀龟德公 您不要再负气了 腿部海阔天空了 臣公公到 可是皇上有旨 仲卿听旨 臣神礼 率六部官员接旨 群臣也不愿 万万岁 上上口依 群臣需勤儉供侄 各安本分 不要孤名卖职 逼迫镇公 若不守臣道连妹逼宫 当以古法论处 亲此 皇上